各位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 11月1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王允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香港成立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委员会 力推中国维权人士角逐诺贝尔 河北保定征地冲突 开发商驾车冲向村民 交锋论件辩论习近平会走向专制还是民主 被冲为中国良心的大陆著名律师高智胜 近日失去联系后 香港和国界上的宗教人士 决定成立全球华人提名委员会 推动高智胜 胡石根 唐金陵等三位大陆维权人士 角逐2017年至2019年三个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以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自由 请看陈潘的报道 委员会的发起人包括香港的乌小赫牧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 等一批宗教人士和律师 委员会表示将分两期申请三人禁逐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第一期针对明年和后年 如果未能成功入围 再次的申请是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乌小赫牧师认为 2019年的入围机会最大 他表示对这次的联合行动有很大的信心 同时又说宗教界在中国进步过程中 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在人群里面 在这个人群里面 在人群里面 我们会稍后放松过 那这个日子呢 我相信可以争取到 委员会希望推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 并将会发起全球至少五万人的 联署支持提名 然后会在挪威邀请奥斯陆大学的教授 以及挪威拆会主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云南昭通一中 上千名教师和学生 17号发起集体罢课行动 声援该校教师罢课掌工资的要求 当地交通一度因此受阻 老师们则在校园里进行了罢教 要求增加工资 该校一位招生办夫的人 彭先生当天对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老师误导学生 传递错误信息导致拔客 他说 学生不了解情况 本业财政调整工资 绩效工资 正在审计阶段 就根据有关政策 通知了24家单位 还不是我们一家 学校校长 跟财政和原税已经协调了 协调就是老师的不影响 老师的要造发 据学生透露 当地其他学校的老师 每个月涨了1500元工资 但是交通一中的老师没有涨 上海松江区部分选区 在日前的基层人大 换届选区中 不少选民将选票 投给了川普和仓景空 而由于首轮投票 产生了大量的废票 被迫重新投票 一名上海经贸大学的学生 向本台证实 他们确实投了两次票 你们学校有没有人大的投票 然后下午重新投了 有 我知道是没有超过一半 两名的候选人 都没有超过一半是吗 对 我们只是收到通知下 我要再投一次 香港《明报》报道说 在11月16日 上海松江区人大投票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选区 有不少选民将票投给了江泽民 川普和仓景空 据悉江泽民获得5%的选票 仓景空获得6% 而川普获得了10% 另外有21%是期权 18%属于杂票 中国国产手机的安全性一向受到外界质疑 香港用户曾小姐最近购买的一款乐视智能手机 内有预装的乐视影视播放软件 但她发现必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以及开放自己的通讯录方可正常使用 她11月17日告诉本台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乐视手机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想看那个乐视上面的节目 我就点了一下 然后乐视它这个就要求 我的那个电话呀 储存空间呀 还有那个通讯录的权限 我才可以继续使用它这个乐视的 可以观看它的节目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它需要我公开我的通讯录 我觉得它好像是在 那我的所有的通讯录的隐私 就会被乐视这个集团所掌握 另外美国安全承包商近期发现 不少中国产安卓手机被预装了软件 用以记录用户地址通讯等信息 相关信息会被传送到中国 河北保定白沟镇村民因土地纠纷 11月16日与当地一开发商爆发了冲突 村民阻止施工方强行征递 对方则驾驶车辆冲撞村民 导致多人受伤 请看记者乔龙的报道 村民已开发商一方的施工人员发生冲突时 开始双方户头砖头瓦块铝花弹 现场视频显示 有人开车高速驶向村民 有人被撞倒 另有伤者被担架抬走 现场不时有村民高喊 撞死人了又撞死一个 现场图片显示 多位村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村民发帖称 有两个人被撞死 一个人被打伤 其余伤者均在白沟星辰医院抢救 一位知情者11月18日中午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有四个村民被车撞死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 保定市政府白沟镇政府 及派出所但均无人接听 记者致电白沟星辰医院 急诊科查询伤者情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18号抵达蒙古 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当天在记者会上 公开就达赖喇嘛的到访 向蒙古国施压 有求蒙古政府取消 达赖喇嘛的访问 继香港青年新政两名议员 被法院裁定丧失议员资格后 一样属于民主派阵营的 立法会议员刘晓丽 同样面对三场司法复合 和取消议员资格的请求 18号第一场官司裁决 刘晓丽胜数 以下是记者王思维的报道 来自亲中共建制派阵营的 立法会选举落选人 关新伟 早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宣布民主派议员 刘晓丽的议席无效 高等法院11月18日裁决 驳回申请 刘晓丽胜诉 申请人一方在法庭外表示 自己认为刘晓丽在参选时 已经不尊重基本法 因此提出申请 稍后会和律师团队商讨是否上诉 刘晓丽在法庭判决后表示 对方滥用司法程序 批评对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行为 而提出申请 她较早发言时 表示这样的审讯 是建制派打压民主派的手段 今次的审讯很明显 其实就是建制派成功透过释设 找到一个拳头 去打压我们民主的决定 由军委这个审讯 很明显也都见到 他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民族的打压 也都是陆续不落 除了我自己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些非建制的同事 也都是缺入了司法复合的审讯 虽然要求刘晓丽 议席无效的申请被驳回 但是刘晓丽仍然涉及 两宗同类司法复合案件 两宗案件的诉讼方 都有建制派背景 也都要求法庭宣告 刘晓丽的议席悬空 刘晓丽表示 她本人和民主派议员 可能面临一场 旷日持久的司法行动 她呼吁民主派人士团结 所以我可以很明显地说 这一场司法的战事 其实是关键 也都是尝试 并非所有亲建制人士 都有相同取向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施 早前曾说 如果有人提出司法复合 是他们的权利 但不应该滥用程序 她也表示 相信不会有大批议员失去资格 自由亚洲特约记者 王思维香港报道 在台湾 前总统马英九 结束在马来西亚的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 返台 谈到会议期间 遭到中国大陆的打压 拿掉马英九 前总统的称号 马英九对此表示 这么做是损人不利己 请看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周五中午翻地桃源机场 马英九说明 他在出席世界华人 积极论台时 亦是手册列明 演讲者头衔独漏他 中国大陆主导 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大陆方面不必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对改善两岸关系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反而是有点损人不利己 推动两岸关系 一定要把这些 可能的发生的 负面的影响考虑进去 大陆实际上 实在不必 在这些议题上 这样的计较 这样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 尤其是不论是在 马来西亚 在台湾 这个动作都引起蛮大的反感 马英九日前出席 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时 主办单位在开幕式 送给所有出席来宾 以及媒体的大会手册中 将马英九的前总统 头衔拿掉 让他倍感羞辱 马英九强调 他要让台湾人知道 他并没有屈从 而是强烈表达抗议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 也不会退让 一定具体力争 马英九甚至自制首写名牌 中华民国前总统 在这一次的称谓打压事件中 蔡英文政府发表声明 以这样的方式 对待前总统 这是极不礼貌 也不恰当 主办单位应该立即道歉 并且改正错误 但是也不忘回栓马英九 对于未来类似活动的参与申请 也建议特别注意确认 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澄梅 台北报道 接下来请干本台的交锋论件节目 将就大权独卵的习近平 是朝着毛泽东的独裁方向发展 还是会推进民主改革进行辩论 今天播出下集 首先我就讲 他不可能成为毛泽东那样的一个人 是因为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达不到 就连他的知识含量 就凭他的这个 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那些权斗 他都没有毛泽东掌握的那么好 没有毛泽东厉害 所以他差得远 他各个方面 无论哪个方面 从书法上 还是从这个军事 或者各个方面来讲 他都比不上毛泽东 差距太大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开放的时代 那么他想达到毛泽东那样一个权威的程度 是没办法达到的 这一点我倒是跟和平是相同 我认为他没有办法 虽然他达不到 但是他内心还是想朝这个方向去追求 追求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吧 是吧 一个权威这样的一个 可能像独霸一方的这种 独裁的这种 那何一先生怎么看 已经同意了我一点 但是我现在不同意了他一点 就是主要是我们现在在看到网上 看到媒体上批评习近平的时候 主要是讲习近平是个假模式 其实我看在中国现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 除了夏教授这样的学者 是有一些真学问以外 其他的这些正博士也没几个真正有学问的 中国那种教育体制之下 这个真博士和假博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第二个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或者是改变历史人物的时候 他未必跟他的知识指摇就有别人的关系 当然你有知识很好 你有见解很好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的政治智慧 你的悟性 你的这个价值观 你有没有政治的承担了这个责任 对吧 那我们现在讲 我们看不到习近平有非常明确的 我们值我们尊重和赞扬的 这个任何的民主的素养表现出来 他的任何的讲话 我们的多少学过 对吧 他确实是成不得毛式的这种思维 文革的思维在领导这个中国 但是习近平有一点 我觉得他跟江泽民不同 他跟胡锦涛更不同 就是他勇敢 他勇敢什么 他勇敢地承担一切政治责任 你看历史上有哪个皇帝 有哪个独裁者 今是皇帝又是胡皇帝 今是胡皇帝又是思维长 今是思维长又是事务长 今是事务长又是经济部长 对吧 就像到一个工厂参观 厂长是谁 习近平 对吧 政治部主任是谁 习近平 保卫科长是谁 习近平 林大师主任是谁 也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这样做法是什么 说明他笨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说明他勇敢地承担责任 告诉他天下 天下出的问题 不是跟他出的问题 是我习近平出的问题 因为我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经济问题出了 我是中央领导小组组长 我也是问题出了 我是国家安革委员会的主席 我也要承担责任 对吧 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 甚至打球打得不好 我也是有责任 因为我喜欢喜欢 对吧 我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这个马屁筋 叫什么 政治局委员叫刘云东 对吧 他搞了一个什么足球什么领导小组 那当然是搞笑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敢于承担责任 所以您认为他 敢于把中国的政治理顺成为 他就是中国的权力引用者 所以您认为他是敢于担当的这样一位领导人 但是呢别忘了一点 如果一个人他垄断了一切以后 那么他的宣传机器 他的这个舆论他都可以掌控了 那么就是说他即使犯了错 他也不认为是自己错 他永远都是伟光正 对吧 像毛泽东时代有人敢说毛泽东犯错误了吗 像金正恩现在有人敢说金正恩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一旦他把权力全部掌控之后 他就会变成这种独裁专制 没有人敢再说他说做的不对 那好我们接下来讨论下一个议题 就是习近平他这一个任期 在2018年3月就结束了 那么两位认为 接下来要开的这个19大 在2017年下半年召开的19大 习近平会不会选出下一任的这个接班人 还是他会连任呢 先请夏教授 好 19大呢 他是为这个下一届要选拔领导人 要确定领导人 那么一般来讲按照 如果是讲明年这个10月份 要选出领导人的话 那么今年就应该有一个疯传 这个做这个舆论准备 当年习近平上台 就是亮相之前 也是提前大约一年时间 就已经有疯传了 所以呢 这个疯传你别看 有的是东南海放风 是非常起作用的 让底下的人知道 我们下面会选谁 这样是等于是有意的放风 包括有些领导 在单位里边 要选拔一个人 也都是这样的先放风 而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这样的疯传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习近平没没有打算 选择下一届接班人 好那何平先生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根本不应该 选择这个接班人 因为选择接班人 就是会使得 现在台上的这个领导人呢 就等于会了一半 就是美国的你总统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要到了第二个任期 决定了下来以后再选择接班人 领导人呢 就是因为如果不早的确定这个防处 那么原来在台上的人 他的权力就会被萎缩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认为19大 就不应该确定这个接班人 它也许会形成一个接班群 为了在这个人才里面 所以显摘会产生 但是19大不会 但是20大会不会呢 这个现在很难说 那你认为习近平会做出 制度上的改变吗 在20大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可能继续连任 我认为习近平会进行一些体制的变革 但是这种变革的幅度有多大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一些行政体制的变革 或者是某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变革 因为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变革 就是要把中国搭向一个文明的 引入世界文明主流的 这么一个政治变革 这叫政治变革 其他东西你跟内朗改得怎么样 改得好 我觉得还更糟糕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体制更强硬了 就算政策变革改革改了半天 一方面老百姓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但是更重要的是 跟内朗这个体制得到了硬化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 他还是没有想清楚 他可能想新加坡模式 一个可以控制的社会秩序 同时的跟内朗能够长期执政 但是他能够把这个体制改变掉吗 我觉得非常难 除非他有真正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他有真正的眼光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不出来 我觉得习近平 既然成不了毛泽东 也不能成为传统上的独特者 他最大的可能性是 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做得不彻底 然后就是这么下台了 也就是说二十大堂下台的可能性 我认为人家是比较大的 他要搞真正制 他要搞国人传办 这个第一 社会不认识 第二 习近平没有这个胆量 第三 会把习近平变成更危险的境地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正跟吴建涛 也差不多的命运 跟江泽民也差不多的命运 夏教授是否认可 我认为习近平自己 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 他这个无知才无畏 他把自己想得很大 他可能看不上江泽民 胡锦涛 他觉得自己会超越 甚至超越邓小平 他认为自己将来 可能要跟毛泽东相提并论 那么毛泽东作为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 而习近平他就想觉得 自己能够在自己任上 实现什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就是实现中国梦 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觉得 自己是最有能力的 一个中国领导人 因为毛泽东虽然讲 权威很大 但是毕竟中国老百姓 还很贫穷那个时候 遭受了很多的灾难 他就觉得自己 比毛泽东还要牛 所以他这个 刚才和平讲到说 他可能最终的结果 也是很平庸 也不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这点我倒是同意 但是在恶上面 他会超越前面几个领导人 就是说他会更加的恶 为什么恶呢 他要控制这个局势 他就要更加严酷地打压 来维持 另外他看普京 能够这么长时间的 把持着最高的权力 他也想模仿普京 但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模仿 这个可能 也许他自己已经想好了 但是觉得难度很大 但是也许他还没想好 看到时候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那么到底是修改宪法呢 还是改党内的规则呢 因为改党内规则 是比较容易的 修改宪法的难度就比较大 还有没有可能 找一个自己的新妇 当总理之后 就像普京那样跟总理轮流当 即使他要设立总统制 他也是俄罗斯式的总统制 而不是西方的宪政民主的总统制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这个我觉得 二十大会不会设接班人 以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据说习近平老婆 彭丽媛跟闺蜜透露的 就是说习近平至少要领导中国二十年 至少要领导二十年 所以说我想只要他的身体能够允许 他大概也不想让别人接班 即使他指定接班人 他也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像毛泽东那样 不断地废除自己的接班人 所以我想习近平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他能够控制局面的话 他会一直当下去 那这个点和平 我不同意 我完全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就是我认为习近平最大的可能性 他就会不会这个体制吃掉 然后他虽然想有一帮官僚存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些官僚没有能力挑战你 但是这些官僚足够有智慧来牧羊工 足够有智慧来去对付你 所以习近平如果他不能 去动用民众去参与中国这种民主变改 那么他就真正没有力量去摧毁这个体制 也没有力量去击垮这批官僚 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了了之 但是以他的这种理想 他这种价值和他增进的梦想 他是想做一些事情的 所以他还是会有所作为 那么历史上就要看 就是未来的历史上要看怎么看呢 就是说中国会不会去某个大事情 这个大事情如果不能控制了 传统的体制和习近平的思维都不能控制了 这个时候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做出他的一个决策 他是像邓家平那样中西正压 还是让中国走向一个可以隐忍的开放自由呢 那个时候历史 我讲了不要跟知识挂高 也不要跟他已经有没有干过事情挂高 也未必要跟他的家庭背景和同学挂高 有时候就是你一个决策 而那个决策你可能之前他没有想好 但是在这时候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如果不开枪 如果我允许一个民政有一定程度上的机会自由 或者是对某一些阻打 或者对某一些挑战不进行严厉的打击 也许中国社会就开放了 我们有时候的社会变改 不要在乎顶层谁记忆 不要在乎他是不是知识分子 真文贫和假文贫 有时候需要的是他的良知 而对我们对习近平的了解 而对我们习家的了解 虽然过去几年习近平的行为已经证明了 他真的跟他爸爸不一样 但是并不等于他的基因 在某个时候就不会发作 我们期待到发作这个基因 但是我需要的要强调的是 我们要给他压力 我们要给他批评 像夏教授这样的教授多一些 如果这样的教授 而且出现在中国 不得有时候就一个基因就产生了 基因有时候是领导人创造的 有时候是实在创造的 有时候就是一个福的创造的 那夏教授您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 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机遇出现 首先要看他自己的是 他的倾向性是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部署和全国老百姓 都会看他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样的 大家就会朝那个方向去迎合他 那你看到就是说他上台以来 他对这个维权人士群体 对律师群体都进行了严酷的打压 意义知识分子等等 所以他的这种风格非常像毛时代的风格 如果而是讲说哪一天他良知发现了 他会做妥协做出让步 那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抗争的这种力度加大了 形成了真正对他统治者的这种压力 他也说过一句话 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但是他没有说 到底是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是他自己 对假如说习近平把其他人的权力关到笼子里 那当然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是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由老百姓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或者由媒体来进行监督 刚才和平强调了几次 说领导人不一定要自己学识多么了不起 这一点倒不是绝对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即使他的总统学识不够的话 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智囊团 然后还有媒体的公开的批评 还有反对党 还有国会 还有大法官 各方面的制约 甚至总统在有些情况下会被弹劾 那么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些制约的话 那么就有很大的问题 过去中国有过那样的比较开明的领导人 像胡耀邦和赵紫阳 他们自己的学识在同代人里边算不错的 同时他们又愿意吸取别人的智慧 听取别人的意见 所以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时代 而今天我们从习近平身上 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果他自己感到自卑 说支持不足的话 那他就不应该到处吹牛 说自己读遍了世界上各国的经典 然后装作有学问 他应该是真正的谦虚 把自己真正的当作小学生对待 其实他的学历也就是比小学强一点 就是出二水平 所以他就应该广开沿路 让世界各国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都能汇集到这儿 为中国社会进步 国家的这种繁荣而努力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 那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最后请两位正方反方分别做30秒的总结陈述 先请何平先生先来做30秒的总结 好像我们讲不到正方和反方啊 我都跟夏教授的讲话中间随到了很多啊 但是我作为一个结论就是低 习近平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 习近平也不会成为一个传统的独裁者 我们现在有时候把习近平看来他低 有时候把习近平的能量看来他大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 它是一个平均的结果 但是有一种偶然性 或者是一种梦想 我们的中国梦 就是有一天他的良心发现 有一天他走出一个决策 而这个决策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让中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古老农业文明 也就是传统文明 也可以说谈不上文明的一个国家 引到世界主流 好 最后30秒 中国经常讲我们不学西方那一套 但是中国领导人又表现出了 对新加坡的兴趣 但是新加坡有个前提 它有英国统治的传统 有法治的存在 而且它的民主不是非常完善的民主 但是它威权式的 所以中国领导人说要学新加坡也可以 那你就是说要真正的实现法治 允许媒体监督 然后你保留一定的威权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即使做不了蒋经国 做李光耀那样的领导人 然后至少让经济繁荣起来 让老百姓能够有一定的言论的空间 那也很好 这至少是比那个时候 比江湖时代要进步一点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 它执政已经三年多了 那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果在今后 比如说明年的十九大上 它突然调转方向 说更多的放开舆论 更广泛的搞市场经济 而不是回归到计划经济 那我们觉得它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看不到这样的希望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非常精彩的辩论和观点 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交锋论件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也欢迎您登陆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 社交媒体 进行您的评论 参与我们的辩论中来 再见 这期交锋论件的完整视频 已经上传到本台YouTube频道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浏览更多内容 我是王允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